現在其實選管會提出 在未來的2011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 就要規管這個網台 究竟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所謂的公平 或者平等的時間去對待每一位候選人 其實這件事根本就是一種規管來的 我自己就是非常之反對 有這種網絡規管 原因就是我們去看香港的政治生態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民主派 以及一些幫基層發聲的反對派 其實都是缺少了一些言論空間 尤其是在選舉的期間裏面 如果有這種規管 其實候選人的政策方針 他對社區的關注 其實很難表達給群眾知道 政府有心去做這件事 其實就是去保護建制派和保皇黨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現在我們去看區議會選舉 本身已經是有一個不公平的情況出現 就是未必每一個候選人 他都有機會可以在香港電台那裏 進行一個的辯論 只要就是例如建制派和保皇黨的對手 一聲say no 說我不去了 就會令到另一個候選人都不可以出席 所以網台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可以給到一些願意發聲的候選人去表達他的言論 還有要看多一點 現在政府表面上就是出一個諮詢文件 就是去規管這個選舉的網台規範 但是其實我們要去看溫水煮蛙的問題 就是他先從政治那個層面出發 他下一步就會將很多的規管日常化 例如去到惡搞方面 可不可以去改一些影片 圖片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很日常化的活動 所以就千萬要注意到 不要將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東西割裂開 我們一定要將兩者放在一起看 就要一起去反對政府今次這個規矩